多巴胺能带来多少快乐 来过凯里大吉的人才会懂 大家好 我是胡提提 今天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贵州的大派对 凯里大吉 网上流行的多巴胺 咱们这件都是珠彩的 你们看这个竹笛手带 信不信我马上让它售价过万 平淡质朴的设计 却稳稳扣住了2023年时尚的卖门 大爷大妈没听过多巴胺 他们经典竹框竹篮竹鸡龙 和外国明星的衣柜只差几个字母的距离 阿姨们对色彩的执着 就像天津的肩并脸 绝不能出现蜡条 北方的豆腐脑必须打路 是写在血液里的正义 现在我们来融入一下当地的氛围 作为每周固定的秀场 大吉上阿姨人手一个的高头假发 是阿姨对大吉的尊重 苗州姑娘小的时候 自己打这个局 买菜小拉车可以不带 要是碰见老闺蜜 正好没戴假发 就好像发朋友圈 发现只有自己没修处 睡到半夜 也会突然坐起来叛弃 比盘高头更有讲度的 是凯里女人们身上的手工定制服装 我们其实我们都学习手术苗州 这好刺绣 这是我们那个省日 提提绣提提绣 我们都很高兴的 别小看大姨身上这点意义 加上当地巧手大姨的天价苗秀 这就是当地的四季款 纯手工高级定制 是大姨燃烧退休金 也要换来的骄傲 有它存在 山外的主播再小 也撬不开阿姨的钱包 不是不爱 只是姨还要存钱买 凯里大吉的流行画室人 一共有两位 这位负责色彩 他是大吉版的带货一哥 他的配色 灵感源于自然 但直击老中青三代少女的心脏 这种卖货质是什么啊 爷爷 这个是什么的 这个就是染衣服颜料吗 染衣服 五彩的颜料买回去 染成线定义 当即流行配色 不管什么最终 只要看上一眼 准保总动到 这不就是美妆界 很流行的变色浓色吗 这个挑出来是什么样的 这个浓色 这个挑出来是什么样的 哦 颜色 哇 好神奇啊 哇 是什么东西 这个呢 爷爷能够成为凯里吉士大爷们的假想帝 源自魅力更源自无差别的手 和多巴胺女孩们的钱包 好好 每一样都要一样 每一样都要一样 你买了好多年 我买了十多年 我买了十多年 哦 买了十多年了 哈哈哈哈 而另一位流行画石人 就在这笔电影开头 还密集的版权声名下方 气派优雅的高头 雕肥体壮的两只大狗 他就是定义整个大级刺绣款式的画石人 调秀狂话 因为我什么都会有一点霸气 所以我叫狠花 我就配这个字 阿姨 这些都是你画的吗 是啊 那你以前是真的学过这些吗 才会画手稿 哦 没学 因为我妈 我小小就给我画 我就喜欢人家不骂我 你把它可以拿去这个 拿去袖 拿去扎 不能拿去袋 就不能上用 她 独自领悟 自学成才 靠着极高的天赋和自信 定义着大级上服装的刺绣样式 比其他大姨都略高一头的高头 和剑缝插针的版权声明 都彰显着她凯莉大级 时尚女魔头的地位 两位画石人联手 用色彩和图案 构出了凯莉多巴胺世界 时尚的一面 当全年龄少女们 还在迷恋 时尚多巴胺风格 在视觉上带来的满足 男人们则享受着 实实在在多巴胺分米 给人带来的 简单的快乐 在这里过于超前的 不被定义的 从未触及的 科学暂时解释不了的 都会挤在这儿 不可救药的爱情 在这里有特效药 许佳现场为你手工定制 凯莉大吉 男人们正确的感情流程 就先从这里几个摔头开始 你得发不 你得发十块 十块钱是这里市场均价的极限 绝不是大业手艺的极限 甭管你老给你睡的是扁头还是圆头 都能马上找出你的颜值最优解 在凯莉大吉 甚至会给人一种身在古巴的感觉 这种感觉 一方面来自大爷们老辣的手法记忆 另一方面来自大爷们 还到度假式的状态 他们聚在一起似乎从来不是为了扩张商业腕毒 敷衍潦草的货物 从不主动吆喝揽客的态度 不得不让人怀疑 大爷只是打着感激的皇子 摆脱家里的监管 出来找老兄弟尽情聊天 这种纯粹的快乐 永远占据着这里的C位 同样处在路口C位的还有冬田音响店 这里面还唱起个KTV啊 叔叔你这个开好多年呢 这个店 二十七八年 二十七八年 对 我也是到二十四五岁 搞作恒业 快乐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讲究生意 过节过年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我买音箱 我都忙不过来 我很开心 哈哈哈哈 他们都高兴 因为都要影响用啊 都高兴 他们快乐 我们也快乐 冬田老哥的快乐 源自他独到的生意间谍 一个等字 是他二十年的商业秘诀 我的世界也处在这么唱 我总是经历来 就讲今天没有生意 明天 如果没有后天 应该有生意来 该享受啊 就要享受点吧 那时候唱歌唱得不好 哈哈哈哈 伴随着老哥的老哥 出门又软 就到了新运气的旧货街 这里是仓库开箱 和集装箱盲盒的微缩板子 时间在这里交错了 光在这里汇集 能逃到啥全凭手间 最迷人的还是这位 收集往事的大伙 老板这些都是那种东西啊 鞋里面是 鞋 老鞋 连我逛过很多酒物市场 但是我还没看到过酒鞋 过去的时间 在大哥手里一锅锅重连 无论开出什么故事 都是一段契约 大哥喜欢收集二手紧张 在他眼里 是一段段小人物身上历史的缩影 是时间的嘎拉里 那些蒙了灰的故事 是全体自然远生 这封信为他写个全体自然远生 在台北的时候 万一大哥牺牲了呢 如果说没具体名字 他是不能撤行的 那些个全体自然远 他就可以把这东西撤了 鸿泉哥你好 一切都好吗 现在坏在炎火墙袍中战斗吗 罐头和干粮已经收到 当然我是非常高兴的 方便的话 方便的话 为我们讲一讲 战斗中的故事行吗 此字尽力 如果当时的这个解放军展示 现在他看到这东西 他一定会很激动的 描述了当时的理事 这是他写给他爱人的信 很感人的 灵灵 不直觉的要提起笔给你写写 呆呆的像 痴痴的像 不觉得时间要悄悄流走 趁这几天都好 我们把这天气撞入信封 连同我一起寄给你 这么好的人 这么好的时空 只有你才可以受用 好浪漫啊 这种理事 我朋友都说 你为什么玩这个 有张看张西西的这些 哪怕 这老口紧碎才玩这个 他就说我是老口紧碎的 因为你喜欢你们的东西 你要有爱好 比如说你喜欢去徒步的 喜欢去走遍权贵的那种 你不紧碎你花一千块高了 人生必须要老口紧碎一次 二手信扎大哥 把昨天的故事传递给今天 信件里的故事模模糊糊 语言不详 但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的生活 正是凝固在时间里的他们 所追赶期盼的 所以大哥是快乐的 我们同样有理由快乐 很多人觉得 多巴胺的快乐太容易 人得多吃苦 才配享受甜 对此凯里人笑而不愿 凯里人只会在凯里的大吉上 任由自己去享受多巴胺的快乐 在生活这场party里 玩玩闹闹 自我沉醉 不拧了 不较劲 才是人最简单 最纯粹的状态 有些火没必要可以去吃 毕竟生活给我们的 从来不只是疼